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又再说一说这个有关食品的价格的问题 其实的话呢,前面大家好多人也在说 那个西方呢,各种食品价格涨上天了 这个呢,其实东方也在涨 东方在涨呢,其实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都会说一说这个韩国的泡菜问题 就是韩国的泡菜呢,越来越贵 现在呢,我们也看一下呢 有关的报道呢,是怎么说的 据韩联社报道 说所谓的受罕见的高温暴雨台风极端天气影响 韩国又是蔬菜减产,价格暴涨 其中大白菜的价格涨到近9000韩元 也就大约45元人民币一颗 被吸成金菜 韩国的亚洲经济城白菜价格 坐上火箭中国产的泡菜 成为了酒瓶 而且呢,韩国的农林续产食物部表示 9月11日至19日 首尔可乐市场一颗白菜的批发价格 那个高达8992韩元 比本月1日至10日上涨了28%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道 一个呢,赌价挺高的 一颗45 第二呢,人家说了嘛 就是说你这个白菜呢 它批发市场的价格 在这10天里头上涨了28% 这个涨了28%,很高啊 而且这个批发价格呢 也接近9000韩元嘛 就是实际上它这个9000韩元是 这是什么概念 是相当于一个批发价格 所以好多的中国老百姓说 我们那个现在有时候你去路边买个菜啊 现在的菜也挺贵的 但是对不起,那个菜呢 是零售价 如果它真要和咱们比呢 比较合适的是跟什么比啊 是跟你的 原来都要东储大白菜 你买东储大白菜是多少钱 因为这个批发价和零售价呢 正常情况下要差一倍的 而且呢,我们当时要说 你去批发东储大白菜的时候呢 那大概是零售价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说你就说一次买好多 以前呢,中国这个老百姓啊 在北京的话呢 就是说每到这个冬天秋天 一次性的,这当然下了霜了 白菜上市了 然后一次性的呢 要买上几百斤 每家都要买几百斤 但是现在呢 在中国的话已经不用了 家家户户的出菜了 其实呢,当时有时候在靠着楼下呀 有时候在院子里头还要挖一个菜窖 在菜窖里头呢 放菜 这都是中国的话呢 历史上啊 我们小时候都是 呃,见着的 但是现在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韩国的话 老百姓还是什么 还要储藏菜 他呢,储藏菜的方法呢 我们呢,是放在菜窖里头 当然你说东北呢 更冷的时候 当然东北的方法就做成酸菜 韩国呢 做成他的辣白菜 实际上呢 都是说呢 你用白菜呢 呃,长期的那种 呃,储藏 而且这个白菜啊 他跟其他菜的相比啊 呃,他一个呢 是产量大 呃,另外一个呢 呃,叫做耐储运 就是他可以储存很久 可以运输 呃,当然你要那个白菜也有 那个比较好吃 不那么耐储运的 比方说大家都爱吃的清口菜 对吧 他那个你要是真正白菜呢 必须卷心卷的很磁势 然后呢,耐储运 就这样的一个白菜呢 韩国也说 大量呢,从中国进口 其实每次韩国 为什么要炒一炒呢 其实韩国呢 一直想保护他的农民利益 所以呢 你对于这个外来进口的蔬菜 呃,进口农产品 食品 当地都会有好大的反对声音 呃,只是说你价格涨得太高了以后呢 他要内部做平衡 是这么一层关系啊 他的外头呢 反对很厉害 其实当年呢 韩国为进口牛肉 也跟美国啊什么的 干得很厉害 而且呢 韩国老百姓呢 你也知道想吃个五花肉 不容易 也不像我们中国能怎么样吃肉 所以你说他的GDP好像很高 好像那什么 但是你要是说呢 能和吃多少肉 购买力 评价一下 现在其实中国呢 提高的很快 而且 中国的白菜 这些菜呢 能大量的出口 很重要的还有一点 其实中国的技术进步啊 呃,非常重要 前边我也说了 你看西北 嗯,大量的玻璃大棚 呃,一站呢 一万亩 而且呢 他可以在戈壁荒漠上去占这个地 戈壁荒漠呢 他也不用你的土地怎么着 他只要有阳光就行 他都是水培 呃,当然有人呢 就跟我还抬个杠 他说你看 你要知道水培有水培的问题 比方说水培蔬菜的微量元素呢 可能就比长在地里的呢 呃,有些不同 呃,甚至有不足 呃,但这话呀 呃,咱们应该这么讲 你这些微量元素的改善啊 你通过水培的方式 水培液的提高 可以解决 你那长不出蔬菜很难 而且呢 你从现在的这种种植方式啊 呃,蔬菜的产量 大幅度增长了 水的话呢 真正它原来的 这些营养物质并没增 其实行话叫做隐形饥饿 叫隐形饥饿的时候呢 后来就解决的方式 简单粗暴是什么 就每人都吃那个 维生素片啊 那个多种元素片 微量元素片 你天天服务一下 当然你的菜呢 可能没那么好吃 但是就算是这样吧 那个需要的影响也很大 你像内蒙就有大量的蔬菜 现在要输北京了 以前内蒙的蔬菜都得内地输 就这个差别 而这个时候呢 李祝国能出口大白菜给韩国 照这个大白菜啊 产量非常高 最高的的话呢 能亩产万斤 真的亩产万斤啊 少的呢 也几千斤 你就这么算一下 就基本上呢 你秋天去种 等于是夏天收了粮食再去种 涨得也快 你想这个得挣多少钱吧 一颗呢 可能十来斤 十斤 你算一下 就知道这个钱的话呢 那一亩好几万呢 所以这个韩国的这个农业 它面临个什么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 你工业发达了以后 你农业的生产率 其实很难以提高 你想像西方的那些菜啊 甚至有时候比肉贵 它那个因为呢什么 养殖的时候 它是相对来说容易工业化 然后呢 它粮食生产呢 可以大机械化 但是有些蔬菜生产呢 比较困难 就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它在整个 这个经济发展了以后呢 农产品的价格啊 尤其是在对于呢 你要保障这个农产品 一定的自给律的 传统的农耕社会 它的农产品的价格会大幅度提高 其实现在中国的竞争力是什么 不要简单的说掠夺农民 而是说什么呢 在农产品价格上 像这个事呢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你像那个像日本呢 韩国啊 它可以呢 让农产品价格涨的呢 我们现在看非常贵 日本的一斤大米也可以几十块 对吧 涨得非常贵 然后呢 整个呢 它是采取的农产品的一个保护 但是中国的话呢 这种农产品的保护呢 现在没有 美国当时呢 觉得你起不来嘛 它就是这个农产品的那个压榨嘛 对吧 它实际上美国啊 它要通过低廉的农产品压榨这个工资低 所以日韩当时的崛起呢 是靠农产品价格带动工资价格的上涨 其实这个事儿 中国的话呢 需要的是什么 我一直在讲 需要的呢 怎么想一个办法 把工资涨起来 这个农产品价格 在以前的这个收入里头 现在的里头 它的价格是有扭曲的 不要把农产品价格的涨价呢 简单的说是通胀 但是呢 好在现在的中国的是解决了个什么 就是中国的农业技术的进步 进步到全球最快了 虽然说我们在育种啊 这些有些地方还不那么如意 但是呢 我们也有很强的地方 比方说包括中国的化肥生产 水利生产 对吧 那都是领先世界的 所以这个 我们的粮食安全 我们的食品 别看呢 诟病的很多 但是我们的成绩 还是有的 而且呢 这种粮食和食品啊 它决定的是什么 决定的财富再分配 这个价格的财富再分配 以后呢 中国和世界 肯定是要有一个激烈的博弈 而且这个价格啊 一旦呢 就现在日本和韩国 它的食品的价格 里头出现了一些故事的话 那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日本和韩国呢 它就会打回原形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真到日本去的话 日本人呢 吃饭呢 都得仔仔细细的算计着的 所以呢 那个不能吃太多的 吃太多了呢 那个花不起 知道吧 其实它的真正从食欲的角度来讲 其实日韩的生活质量 已经呢 不如中国了 这才是真实的状态 谢谢大家 今天呢 这个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